中国人会喝那个咸奶茶嘛 咸的 对对你喝过吗 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带回去送人的话 就这个蛮适合的 你们有喝过麻烈酒吗 喝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真的吗 那算了 等一下呢要买这个 这个是沙鸡 在蒙古很常见的就是沙鸡 喝进去就不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闻起来可能有点 有点小害怕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 我是命妹好的 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就是优胜胎品牌的主理人Rose 哈喽 哈喽 对那我们今天要拍的影片的主题 非常的有趣哦 而且是我以前没有拍过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 台湾人要试吃蒙古零食 很期待 好的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国营百货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要去逛里面 他的一楼跟B1呢有卖场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进去里面 找一下蒙古特色的产品 Let's go OK 我们现在第一站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面包区 这些面包呢是蒙古人的就是经典早餐 我来逛的时候我都想说是谁会买 所以刚刚跟你聊的时候才会说 哦你们的习惯是会这样子买一大袋的面包 对对没错 然后早餐就这样吃 对对 或是可能下午的时候就是可能有的小朋友也是很喜欢就是当零食吃 这是什么 那个蒙古的月饼 我没有吃过 然后它是这么大 然后切开就是好几个人一起分这样子 对对 跟好几餐也OK 有 这个是我们叫做Bostok 然后Bostok是那个蒙古人的 早上喝茶然后吃这个 哦早餐必备 对对对没错 早餐必备 OK 它必须这边有那个早餐可以下去 这一区是那个芭蕾的 蒙古人会喝那个咸奶茶嘛 咸的 咸的 对对你喝过吗 有 可是不常喝 所以不像我们台湾的早餐店的奶茶是不是 大冰奶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 蒙古包一进门它就是接待你的那种咸奶茶 对对对对 而且会用碗对不对 你们不用杯子 莫名家比较常用那个碗小碗 哦 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用碗子 懂懂 你有推荐的吗 我觉得这个不错 这个 马上就 看到这个 你们喝过吗 没有 真的吗 为什么它跟别的不一样 我以前就是在台湾念书嘛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常常带这个去 哦带这个去 对对对 我们现在呢要买这个阿罗 这个是蒙古的奶制品 然后我们就是在蒙古很常吃这个奶制品 而且我们就是蒙古过年的时候啊 像我们叫做白月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个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看到 你有吃过吗 有我有去慕名家的时候有吃过 这边我看到有麻奶酒 你们有喝过麻奶酒吗 会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真的吗 那算了 这个会喝醉吗 喝一点点会 我觉得 那你有喝醉过吗 没有 哈哈哈哈 中国的那种传统市场啊 都会卖那种生鲜的牛奶 钢籍好的牛奶 对对对对 就是刚挤好的牛奶 就是当天从草原就是运送来市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拿回家之后还要再做 还有再 对还有再煮 砂菌这样子 很生气 等一下呢要买这个 这个是砂菌 在蒙古很常见的就是砂菌 这个它里面是包一包然后 家属喝的 你们从小都会喝这个吗 从小到大都会喝 对 像是冬天感冒什么的都会热的时候 喝一下 对对对 所以一般你们如果当果汁 小朋友也OK 这个味道 对对对对 因为它的味道是有点酸甜的 对对对 蒙古人其实都喜欢 都 就是当做像我们台湾一般什么柳橙汁的感觉 就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果汁 对对对对 OK好 整柜都是砂菌果汁 对砂菌果汁 所以你们平常如果外出 你们突然想要喝果汁 你们就会买这个来 对对对还是会喝的 冬天喝比较多还是夏天的 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这种喝冰的 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是喝热的 我们就买这个 好 一瓶直接喝的 好的 我们刚刚买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有牛奶口味的糖果 这是印糖 OK我们出来了 对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买了超多东西 很重吗 还好还好 真的吗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是杀菌果汁 那我们准备要去试吃看看明美推荐的 对 蒙古特色商品 好哦 Let's go 我们先从早餐开始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去买的奶茶 这是奶茶包 然后它就是一包一包的 它的这个包装是很传统的这种 对对很可爱 闻起来就是一个鲜鲜的味道 对对对对 嗯 鲜鲜的 好喝 鲜鲜的 就是好喝 但是就好像不是想象中的奶茶的样子 这种奶茶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几乎每天早上都会煮这种奶茶 然后我们都会配这个 配这个面包 小面包 直接吃吗 对 直接吃 那通常一个早餐会吃几个 嗯 可能三四个 哦 那蛮有爆竹感的 就是一个很扎实的面包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硬的换会这样子 然后软让它软一点 对对让它让它软一点这样子 嗯 这真的很好吃耶 别那么干 嗯 你看我觉得它就是很扎实的 刚打开的时候就有这种面包香的感觉 就是我们刚刚超市买的一片饼 然后这个是比较我们日常的时候的吃 哇 哇好大碗 真的 这个好吃 真的 好吃 但是 满甜的 真的哦 嗯 而且是真的可以吃得到 香糖那种一粒一粒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真的蛮像台湾的那种大饼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我觉得也是类似月饼 或者是你结婚的时候那种传统的大饼 然后也是这种饼皮 但是内馅通常我们有时候会包鲜的 所以就跟这个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蘑菇只会有这个单一口味的月饼吗 有的是里面没有这个饼 哦 所以全部都是 像饼皮这样子 对对对 哦 懂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吃这个 这个蒙菇的非常经典的零食 这个也算是一个来自便宜 你有没有错 我也是去慕名家的时候有吃过 但是没有在超市买过 它通常是甜的 哦 甜的 对对 蛮可爱的 直接吃 对直接吃 其实蛮好吃的 嗯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味道 但是就是它的口感是 比较粉粉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口感比较 特别 我很难用台湾的东西来比喻这个东西 对然后 我觉得味道上是没有什么很奶的腥味 然后也很好入口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喝看看这个 我们买的沙吉汁 然后它里面有一包一包的这样子 沙吉这个东西啊就是在蒙古我们从小到大 都会看到都会喝到的一个东西 对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也会喝 夏天的时候也会喝 沙吉它的味道呢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像夏天的时候喝也会饥渴 嗯嗯 所以我们其实都喜欢 对 因为我有在就是譬如说你们的商店 就很常看到的 像沙吉汁啊 或者是有那种一般就是那种饮料机 也可以喝得到 对不对 也可以就有很多热饮跟冷饮都会有 嗯嗯 那我们就试试看 嗯 我觉得闻起来是一个 台湾水果没有闻过的气味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刚开始没有 喝过的人 或是你这东西完全不了解的人 我觉得会被这种味道有点吓到 你觉得会吗 对可能 对 可是就是喝进去之后是甜甜的 然后也有带你一点点酸 喝进去就不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闻起来可能有点 有点小害怕 你有吃过沙吉的那个果汁吗 哎呦哇有哇 我觉得它的这个水果吃起来 酸吧 比这个果汁的感觉再酸一点 对对对对 好的那这个沙吉呢 除了就是做成果汁之外呢 也可以做成就是杀鸡油 我们通常日常生活中就是也会喝到 那杀鸡油的话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消化也有帮助 那好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做幸福正常的 或是可能就是常常熬夜啊 只需要增强体力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喝杀鸡油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你就是 你引进这种杀鸡产品到台湾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早的刚开始是2018年嘛 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就是她刚好有机会来到蒙古 那就发现杀鸡油就是其实是在蒙古很多的超市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观光的地方好像都会 比如说带她们去购买就是会拿回台湾 那那时候就拿回去台湾之后 就跟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去分享 因为有些可能是老年人啊或中年人啊 他们主要是消化方面就是会有需要这个东西 或者是肠胃长期不舒服的人 那就发现吃了之后就是好像回馈都蛮好的 后来因为身边的食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就正式来到蒙古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来蒙古是2018年的11月 对然后我来的时候是 那时候其实很少人会在那个时间来蒙古 因为是很冷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为了要 就是开始做了引进大量进口走正式的贸易嘛 那我就要拍一些杀鸡本身的样子 因为台湾是没有杀鸡这个水果的 所以像如果拍照啊或是影片啊 这些素材就很难拿得到嘛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要来蒙古拍一下 那那时候的确有看到就是11月在果树上面 因为杀鸡它是一个很高温很环境很低温 都可以挫抹的一种水果 对那它11月的时候它都在果树上面 都还是结成那种冰的样子 对然后第一次来说 原来这就是杀鸡 就是真的是它的生命力 因为它的树干是有一根一根刺的 所以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采收的方式 是等它冰冻的时候去把它搭下来 就是会落在地上 然后直接冰到冰箱去做保存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有这个契机 然后来的时候就觉得更认同 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威广的这种杀鸡油的产品 就是有一个距离 可是来到蒙古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跟生活当中是很随处都可以接触得到的 就是可能不一定是杀鸡油 像刚刚提到的杀鸡果汁啊 甚至于你们很多的巧克力 里面都会加杀鸡 然后果酱或者是说 羊品面 它可能对于肌肤的好处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一个蛮大的信心说 这个水果就是虽然台湾人不是很了解 可是因为蒙古是用这样子的品牌去做发展的 所以才会正式的想要 就是以杀鸡为一个中间的核心去 去变成一个brain这样子 那我给大家看这个杀鸡 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有跟一些通路有合作 像是里人啊有机商店 然后或者是圣德克斯这样子的 比较主打有机安全物的这种商店 那我们这瓶就是纯的百分之百的杀鸡果油 就是杀鸡果肉去炸出来的油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是这种红橙橙的颜色 真的是杀鸡都会有味道 对味道 然后这瓶它就是100%的杀鸡果油 那因为跟刚刚我们喝的那个杀鸡果汁有点不一样 因为其实它做成油之后吃起来的口感就不是那种酸酸的口感 可是我觉得比起一般的油 比如说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硬加果油啊 或者是羊啊人油啊鱼油这种味道比较重 我觉得它吃进去嘴巴的嗜口性蛮好的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害怕这样子 这是我们50ml的嘛 然后还有这种100ml的 就是是在圣德克斯买那就是一模一样的内容物 然后我们也有做成胶囊 而且我们的胶囊是有素食可以吃的 我们是用硬胶囊 因为它本身是植物油 那我们不希望说是植物油 可是你要用一个动物性来源的软胶囊去做 所以我们才会去特别把它做成植物性的胶囊这样子 其实在整个创品牌的过程也是跟蒙古这边以杀鸡为主的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些像保养品啊 就是精华油啊或者是肥皂就是洗脸皂 像我们的肥皂就是我们做成三个味道 然后就是把杀鸡油直接入在肥皂里面 然后就是做成这样子一个离合的感觉 所以是比较特别的原因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就发现这东西真的很好 不只是可以吃也可以擦在皮肤上 所以就是就觉得很适合作为一个品牌的发展 所以就用它当作一个核心去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线 就是包含食品啊跟保养品这样子 官网上面其实都能看到蛮详细的文章 对就是像是杀鸡的介绍或是使用 或者是比如说它的效果啊 或者是一些大家吃过之后的回馈啊 或者是第一次想要了解杀鸡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网站都还蛮详细的介绍这个东西 对然后我们也跟一个就是台湾一个社会企业 就是叫印花乐 然后它是一个做这种设计图案的品牌 那我们就是跟它做合作 那我把蒙古包跟杀鸡的这个形象 就是设计在这个小物袋上面 对然后它就是同时也具有社会责任的意义 因为杀鸡这个水果 其实它不只是对人体很好 那其实在蒙古啊 就是种这个东西也可以对于土地环境是很好的 因为杀鸡果树根部对于抓地的能力很好 对所以像是如果蒙古 甚至到春天就会有一些沙漠化的 引起一些沙尘暴雨问题 对那因为在研究当中有出现说 种杀鸡是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防止沙漠化 对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做这个事业的过程 不只是推广一个很天然的东西 那背后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帮助到这片土地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听说关于一切来工国有种树过是吗? 对就是刚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跟台湾的慈芯有机农业基金会 那我们就是有合作 那因为他们这个基金会本来是在台湾 去做一些海岸种树 跟一些比较恶劣的地方去种树 有一些还不错的种树技术 还有发明一个水泡盆 那刚好从19年我们其实就开始有一些互动 然后就觉得好像蒙古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推广种树的地方 因为蒙古就是大部分的 还是有牧民都是放牛放羊嘛 那其实地力已经很不好了 然后目前在蒙古也有成立一个自然无限基金会 就是希望可以推广种树 那沙籍呢也是其中一个种的一个树种之一 对因为其实未来也会希望说 牧民有机会也可以透过譬如种树基啊 或是采生树基 或是加入这个树基的产业链 可以去让树基这个东西变得更好 那在我的心里面是有一个cycle的感觉 就是你从前端开始种 然后你对土地环境好 然后后端呢 这个东西又可以让很多需要的人 对不管是消化到不舒服的人 然后是刚刚提到的作息不正常啊 或是年轻人老年人都可以吃的一个很天然的食物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刚刚吃过的这些萌骨的特色商品里面呢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那个 如果要我推荐我可能会推荐鲜奶茶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能拿回去送人 然后很有代表性 对因为它的包装也是萌骨感很重啊 对 然后而且因为我是真的第一次喝超市里面的萌骨骨鲜奶茶 那奶茶这个东西好像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 然后你会觉得喔鲜奶茶好像蛮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带回去送的的话 就这个很适合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然后也是谢谢Rose今天来就是 跟我一起来试吃萌骨的饮食 开心 谢谢你妹 好的 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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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